用VLC來播放清單 那首先你必須要準備一個影片清單 你可以是檔案 像我這邊都是網路上 YouTube上面的影片 一行就一個 如果你是路徑的時候,請你把路徑寫清楚 一行一個,這樣有一個影片清單 那我們在VLC裡面怎麼樣 選擇清單 在這邊 好,現在先把清單刪掉 這邊的影片先刪掉 在Playlist裡面,現在是沒有東西的 那你按 右鍵 選擇 加入檔案,或者是開啟清單 我們就加入一個檔案 桌面 選擇 所有 播放清單檔案 如果沒有,你乾脆就選擇什麼 因為播放清單檔案有好多種格式 那我們就選擇所有檔案 我有一個影片清單 開起來 好,這樣子是一個影片清單 你直接按兩下 進去 有沒有 好,來看一下 再看一下 我們的播放清單現在變成什麼 三個 一 一 二 三個 它會有照順序撥 好,那我們繼續撥 縮圖在這裡 按兩下 繼續撥 那 下一 第一 好,這是下一個 下一段 好,下一段 那再來 再下一個 我們有三段 好 三段 有三段影片在這裡 那這樣你就可以 很快速的 把自己的影片做成一個播放清單 做 詳細的一個播放 好 好